佛陀告诉我们人生有八苦 正因为有苦 所以人一出生就希望追求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 于是很多人穷尽一生的心力去追求 所以幸福快乐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它是有一定的要满足的条件 不是只是只有财富而已 财富不是绝对的满足幸福快乐的条件之一而已 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心灵的素质 只有情感没有理性 那种生活生命也不会幸福快乐 所以我们佛法帮我们分析 这些生命的因果关系 因缘法 真正保证让我们幸福快乐的是什么 不需要财富 也可以幸福快乐就是 乐观 正确的生命观 正确的人生观 乐观 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智慧 正见 正见 能够知道生命的问题所在 能够找到问题解决 知道生命最珍贵的是什么 能够每天活得快乐 然后不会这个庸人自扰 被自己的情感牵着走 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 或者被整天用欲望来麻痹自己 在不需要欲望的时候 不需要欲望的满足的时候 我也可以在情感上 精神上 得到一种清静的满足 清静的满足 那这样就很不得了了 不管在天堂或在地狱 外在的环境在怎么样的改变 但是内心 内心 心灵上 依旧能够保持一种 稳定 安定 清静的感觉 不会怨天尤人 所以说 佛法一再强调说 真正保证 幸福快乐 就是解决烦恼 虽然财富 健康 名味 权势 都是一般人所喜爱的 但这些并不等于幸福 因为不懂得知足 又怎么能得到快乐呢 时邦新闻记者 赖基荣台北采访报道